大神剑 圣龙气韵长 小龙一声赤鹤 体内的神之力量也是彻底的爆发而出 并且伴随着极其神秘的气韵之力 开始在自己的身后空间汇聚 同时 他的眉心间同样也有着光芒闪烁 仿佛可以听到 其中的有着龙银之声在咆哮 随着眉心间的光芒再度一闪烁 便是在身后那空间上凝聚出了一道金色巨掌 只不过 在这巨掌的指尖处 可不是寻常的手指头 而是拥有着龙头的手指 并且他们不断地蠕动着 一股极强的力量 直接在这片天地弥漫而开 然后在小龙那坚毅狠绝的目光下 将这由圣龙气韵所凝聚出来的巨掌 对着那火焰巨龙全力排出 在这一操作下 那巨掌洞穿空间 爆发出震耳欲龙的咆哮声 整个天地都是疯狂地颤抖着 小龙的这一掌实在太强大了 一道碰撞的声音在那空间处 彻底地释放开来 恐怖的能量冲击波 顿时间朝着四周席卷开去 使得空间都激烈地摇摆起来 对方的火焰巨龙 仿佛也是被这一掌击中 不知道是不是疼痛的咆哮 还是愤怒的咆哮 在如此可怕招式的对抗下 持续了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火焰巨龙和巨掌的力量 逐渐地消散而去 看到小龙竟然击退了那道火焰巨龙后 于寒以及吞吞 都是惊呼地张大了嘴巴 因为刚刚那火焰巨龙的威力 就算是他们都没有把握与之抗衡 可是小龙却是真真实实地做到了 这实力也太过强悍了些吧 哥 你竟然将老爹的圣龙气韵掌炼成了 于寒惊呆地看着小龙 这一招 可是他们那位神秘又强大的老爹招式之一 这一招 于寒也修炼过 可不管如何 都无法参透其中的气韵悬傲 所以 也就无法将此招练就成功 我也只是当当领悟不久而已 虽然已经将这一招施展出来 可是还不到老爹的万分之一呢 小龙竟还是有些不满意地说道 可这些话 进入宇寒和吞吞的耳朵里时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的炸响 在宇寒和吞吞 对小龙无语了片刻之后 他们三人开始深入其中 果不其然 再次遇到了左岸 但紫色的火球再度出现 而且出现的数量 以及其中的能量 也愈发地强大起来 小龙宇寒和吞吞三人 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对着这些火球 释放出诸多强大的招式 和神智技能 吞吞勃 我们这样闯下去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宇寒的柳眉 微微一蹴 忍不住地道 就算他们这里的人实力不弱 但若像这样 永无止境闯下去的话 迟早体内神力也会枯竭 就算是超级神奇 也是无法一直地坚持 这样消耗下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神火空间 经过蔑视神火百万年的经营 说 这里是龙坛虎穴也不为过 不然的话 在这么久的时间流逝下 他也不会一直都未曾 被其他神器捕获了 吞吞摇了摇头 一字一句地 缓缓吐出道 对于这个答案 宇寒的柳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 这神火空间太过诡异了 只要他们闯过的地方 在他们离开后 便是会诡异地消失而去 这般异象 仿佛就是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将他们悄然抹出了一半 让得他们 也只能不断地前进着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依旧是枯燥的闯关 而且 闯关的模式 也极为的单调 都是如出一折的火球 唯一的差别 便是跃到后面 这些火球的实力 也是变得越强大 甚至 在最后一次时 连吞吞这等强悍的神兽之躯下 都是与那火球大军对碰时 出现了一些伤势 小龙和宇寒二人 虽说情况还好 但也是面色逐渐凝重 一路闯下来 不亚于与多名超级神奇相斗 那般消耗 可是不小 巨大的剧门 背面无表情的小龙 一掌轰碎 实现爆射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宫殿 而在见到这个巨殿的第一煞 众人心间 都是生起许些疲惫 这种永无止境的闯关 究竟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小龙的目光微微一凝 他所释放出来的神魂力量 感觉到 有一批极其强大的气息 朝着这边急速而来 其中有一位 更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哥 怎么了 宇寒见小龙那脸上挂着的 诧异之色 便是疑惑得到 有敌人来了 也就在小龙的化身落下之际 一道嘲讽之声 从后方传来 这点攻击 你们就坚持不下去了 还真是没用啊 很快 便是真的有数百道的身影 出现在此处 然后 看齐整齐的着装 应该就是巨无霸的联盟势力 神奇联盟 小龙与吞吞吞的目光 直勾勾地看着 突然那出现的 一大批神奇联盟之人 可是他们 也并未有所紧张之色 反而非常的平静 既然你们没有什么本事 就给本神君滚开 接下来就由我来见证 这面是神火 只能归我所有 说话的 自然是神奇联盟的 四域天神君米欢 小龙等人的目光 锁定着四域天神君的身上 一道身材凹凸有致 极品倩吟 笔直而立 却在他的身上 有着一股宛如 泰山鸭顶般的 强悍气息 自其体内弥漫出 令得小龙他们的身体 在此刻轻轻地颤了颤 脸庞上也是 缓缓地涌上凝重之色 小龙虽然那是 拥有四重天卫神的实力 可是眼前的这位 四域天神君 比起他们来 却是还要强上很多很多 根本不是一个 层次上面的 六重天卫神的实力 还真是幸会啊 小龙微微一笑 可他的内心之中 却是猜想着 刚刚那可怕的气息 究竟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虽然自己拥有 圣龙气韵之力 可面对比自己 高两重天的强大对手 终于是开始认真起来 直接是收起了 之前的蓝伞之色 今日本神君心情好 快滚吧 身为神奇联盟的 四域天神君 带着低沉之声 冲着小龙与寒 他们怒骂了一声 小龙看了看四周 然后再将目光 看向四域天神君 冷哼一声道 原来如此 你们差不多 清理干净了才出来 还真是好算计啊 看来你也知道 再走下去吗 便是能够抵达 灭世神火的所在之地 哈哈 我神奇联盟做事 还轮不到你们这些蓝蚁 指手画脚的 四域天神君 当即大笑起来 以他的实力 只要他愿意 击败几位 五重天卫神之下的神奇 简直就是轻松无压力 玄机 四域天神君的目光 仔细地观察了 除了小龙与寒 以及吞吞之外 并没有之前那位 让他都感到一丝 危险的那位清城女子 你们不是来了四位吗 还有一位呢 四域天神君 带着一丝试探性的话语 问道 都知道 我们来了四个人 看来 你有关注我们啊 还是说你很关注 能让你感到危险的那个人 小龙四世知晓 四域天神君心中所想 直接果然地说道 真是一个牙尖嘴利的臭小子 既然如此 你们可没有什么退路了 要不就死在本神君的手中吧 既然那位清城女子不在 四域天神君 也不再担心什么 被一名四重天位神实力的臭小子 说中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股杀意 也是悄然生气 他的美眸 望向小龙与寒吞吞三人的身上 几位自信地道 你们一起出手吧 尽早解决 因为我不喜欢墨迹 小龙与寒 那一对漆黑的眼瞳中 带着一丝默然无情 在持续了片刻之后的对视 双方依旧没有任何人说话 但在这空气中的气氛 却是越发的剑拔弩张 神奇联盟 还真是目中无人啊 小龙神色淡漠无比 对于神奇联盟 也感到了极其的厌恶 难怪他们的老爹 对于神奇联盟 如此的不相来往 而如今 更是做到了 自己的所在势力 与神奇联盟的抗衡 虽然明面上 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但在暗地里 他们双方 也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抗衡 或许 四玉天神君 不认识小龙与寒他们 可是他们却是认识 神奇联盟的这些神君 小龙可是在自己的 那位娘亲嘴中听说过 自己的老爹 当年可以是一己之力 独创神奇联盟 当时就是九大神君 以及神秘阁主 在这般超级阵容之下的围剿中 也无法拿下他们的老爹 并且还重伤了 神奇联盟的九大神君 而那位神秘阁主 虽然没有被重创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后来 掌控了大舟的气韵之道 更是再次几亿人之力 闯入神奇联盟 强大如斯的力量 震慑了神奇联盟上下 最后 神奇联盟 直接是出动了九大副盟主 一起联手大战他们的老爹 可最终在九大副盟主的权力联手之下 才将此他们的老爹逼退 可以说 他们的老爹 当年以一人之力 对抗了整个神奇联盟 且不败 要知道 九大副盟主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层次领域 除了盟主 他们乃是联盟中最强的恐怖存在 现在想来 他们那位老爹的实力 实在是深不可测 恐怕早已经达到了一个未知的神经领域中 废话少说 出手吧 森寒的声音落下后 重重地抖动起来 似于天神军在自己面前的虚空 轻轻一握 一道可怕的武器 便是出现在他的手中 其上拥有着无比诡异的图文 仿佛蕴含着极其可怕的力量 小心一点 对方的实力 明明比我们都要强 竟然还拿出了如此可怕的武器 看来想要杀我们都要万无一失啊 小龙的面色凝重 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 眼前的这位神军 居然在对付他们的时候 会直接拿出 如此强大的武器出来 下一刻 双方并没有任何的废话 几目交织 狂风骤然大作 四道身影 以一种最为蛮横的姿态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刹那间所爆发 而起得惊天波动 让得神奇联盟的那些人 急急后退 在这巨大的宫殿中 四道身影 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闪现着 而伴随着三道人影的闪略浮现 似于天神军 灌入强大的神力 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散发出无比可怕的恐怖波动 虽然小龙与寒 以及吞吞 一开始就全力以赴 在这激烈的对碰下 火花不断地建设而开 使得巨大的宫殿墙壁 在此刻 逐渐地寸寸崩裂 一道道裂缝 蔓延而开 仿佛马上就要坍塌了一般 面对着小龙与寒 吞吞三人的全力联手 似于天神军 依旧是从容不迫 没有丝毫留守 手中的武器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足以轻易击杀五重天 卫神之下的强者 所以 感受到对方 如此恐怖的力量后 小龙与寒二人 也是爆发出了圣龙气韵之力 而吞吞 也是化为本体 巨大的祖韬神兽之躯 在虚空中疯狂地舞动 伴随着咆哮声 如同旋风一般 弥漫整个天地 不过 四域天神军域 他们三人的不断交手下 渐渐地发现 眼前这三位 虽然那实力比他们弱很多 可是他们所示放出来的力量 不同于神之力量 才导致自己 无法彻底地压制住对方 但是 击败对方 也是迟早的问题罢了 所以 四域天神军 根本就没有那么着急 反而交手的极为随意 伴随着这般交手的持续 小龙与寒他们 竟是真的逐渐地落入下风 四道身影 在巨大的宫殿中 再一次地激烈碰撞 可怕的声波 如同涛浪一般席卷而开 三道身是登登地 倒飞了出去 脚步生生地在巨殿上 踏出十几个巨大的深坑 三人的全力攻击 竟然也被生生地震退 四域天神军的实力 果然还不是他们目前所能抗衡的 随着闪烁 一股热浪急速对着他们弥马来 欠此 小龙他们急忙地运转神力 将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刚好包裹完毕后 那股热浪瞬间吞噬 他们的身躯 就连四域天神军 也是这股热浪笼罩其中